他知道我是誰之後 我沒有感覺 我只說我是個藝術家 他就說 你是在座裡面唯一的本土台灣人 我說對啊 本土台灣人 你認為台灣是誰的 很兇喔 我說你聽仔細了 台灣是屬於大日本地方 那時候我已經有加入民政府了 所以那時候發力很清楚 他這一聽 我一講完之後 在駕駛座其他的商界人士 我聽到都嚇一跳 我萬來這麼大膽敢在他面前講這件事情 我就反問他 我說你既然就已經跟他們的重要人士 都有關係的時候 我問你一件 最近不是日本 美國在那邊做軍艦操演 六十幾艘軍艦 裡面有兩艘或四艘軍艦 不是美日同盟裡面的軍艦 他嚇一跳 我說他知道有這個操演 就是美日軍艦在釣一台 或者有操演軍艦 但是有兩艘是從其他國家來的 他不知道 我說要不然我告訴你 你先猜猜看哪兩個國家 他都黑白有 他就猜猜說 英國啦 什麼什麼 黑白 加拿大 隨便Q 我說不是 兩個國家很奇怪 你沒有想過 在美日軍艦有這兩個國家出現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有一個是新加坡 有沒有聽過 新加坡軍隊居然在那邊出現 還有一個是什麼 不知道紐西蘭還是澳洲 可是這兩個國家他就覺得 這沒什麼 一個是小國 我說錯了 這兩個國家代表誰進來了 美日軍也就是美日同盟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新加坡跟紐西蘭 還有澳洲的時候 那是什麼意思 那表示大英國協進來了 大英國協進來了 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會讓他參加 最近日本跟英國不是簽訂了 軍事互相合作的協定 要聽到這個 那個人當下 那個臉就老了 我說 今天這個問題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是國際問題 第二題不是 你要跟日本要做什麼 你是在對抗所有他們的同盟 你算算看自己的實力到多少 他當下就不再講話 他說 他就跟他助理講說 我們要回旅館了 就走了 說今天就走了 當下其他人 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跟我聯絡 所有的生意人 再也沒有跟我聯絡 他們就懷疑我的角色是什麼 沒有啊 只是一個畫家而已 很簡單 好 這只是題外話 我們現在回來講這個 因為我們在座 還是有很多人 沒有上過我的鳳梨課 那我們就講 這個是什麼翁萊 大家都知道 我是畫畫老師 我喜歡教畫畫 我教畫只有教兩件事情 我不教畫 怎麼畫 我教怎麼看東西 怎麼想東西 以後你們也要學會看 怎麼看法理 怎麼看國際現實 怎麼用頭腦去想 把這個看到東西解釋的 變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釋 你的解釋要配合現實 政治在發展 國際在 這個局勢在怎麼發展 要符合外界的世界 不是像台灣人說 自己說 自己歡喜 說一頭腦 說這樣就對了 去撞 聯合國 如果用這樣的名義 就去撞就撞了 撞一百次也沒有用 我跟你講 你走錯路 怎麼撞幾百次都沒有用 不會因為你撞多次 它就變成 它就接受你進入聯合國 不可能 那要怎麼樣 你要符合整個現在世界在運作的 遊戲規則什麼 你要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這個鳳梨 我教怎麼看 怎麼想 好啦 現在看到鳳梨 那我要怎麼教學生怎麼想 我就教他做作業 做作業的時候才會讓你想事情 他只是給你看到你 你想 你不會 人家不會去想 不會看到東西就去想事情 直到怎麼樣 我給你作業 所以好的學校教育應該是什麼 讓你做作業 不是讓你考試 對不對 考試的時間有限 他不會給你考一天 現在考試都是一個小時 裡面你要把背下去的東西 全部吐出來 那叫考記憶訓練 不叫考試 Test是什麼 測驗你有沒有這個實力 不是測驗你有沒有這個記憶力 那怎麼樣是好的考試 問答題是好的考試 上次事務局我們考問答題 我很簡單的句子 可是你要寫一大串 有的人寫了一個小台 不過老師再加時間 老師夠加時間 那就是有料的學生 需要加時間 沒料的學生怎麼辦 還沒瞎想 重複一句再寫十次 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好的作業 可以幫助學生開始去思考 去想 把他過去吸收到的資訊 做整理 然後變成有意義的東西 再拿出來給我看 所以我只教怎麼看東西 怎麼想事情 所以現在我的作業 畫畫作業 是怎麼看東西 怎麼想東西 我給他一個鳳梨 我的作業是說 跳躍心思考 你要去畫鳳梨 第一個畫得很像 你有看到聲 你有畫聲就好 這是第一個鳳梨 第二個鳳梨 根據你畫出來的鳳梨 再去想另外一個東西 它像什麼 或它可以連到什麼 它可以是什麼 很極種可能 隨著你去想 我的題目 通常不會講得這麼仔細 那是因為我現在解釋給你們聽的時候 我講得很仔細 第三個圖像要根據第二個 所以依此類推 你跳到尾 變成什麼形 可能你都不知道 變成什麼 往來的變成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接下去下面這一張就是 我其中一個學生的作業 你可以跳到下一張 根據我的鳳梨 我給他看鳳梨 他就開始畫 這是學齡前的小孩子 學齡前就是還沒有進入小學 接受 我們的罐頭式教育之前的畫法 當然現在小學比以前活潑多了 我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因為比以前活潑多了 可是進了國中又開始完蛋了 又開始聯稿 現在去掉聯稿 希望看會不會好一點 這個 學齡前的小孩 這個已經是十幾年前 所以這個小孩子現在已經 我不知道他研究 他最近沒有跟我聯絡 可是他最後我知道 他是在研究所裡面念數學系 那他也算是高材生 智憂生 來 大家看到沒有 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來 上過我課就不用回答 第一次上我課的人在講 這裡面有多少個鳳梨 可不可以大家舉手猜一猜 幾顆 幾顆鳳梨在這裡面 你有沒有看 有沒有 有沒有答案 有的話說說看 好啦 大家都沒有動作嗎 還是還需要時間反應一下 裡面有幾顆鳳梨 這幾顆有幾顆嗎 有嘛 有看到一顆嘛 至少有看到一顆鳳梨 有人指兩顆 還有人 三顆的人都有啦 有沒有五顆 六顆 七顆這樣子 還沒有 看一看喔 想一想 這個小朋友他完成這個作品20分鐘 20分鐘 這個過程當中我就發下去有好幾個學生同時在做 他是唯一 我覺得他一出現之後我整個人 就覺得哇 這是正館之寶 正我的畫室之寶 所以我就把它表起來 以後每一屆學生上課我就拿出來給大家看 希望這樣子改變台灣 小朋友的那個對話話的概念 這是鳳梨 大家會認嘛 會真的嘛 這是最新王來的那顆就是這顆嘛 既然是挑異性思考 就可能是這顆嘛 這個要看 像太陽是不是 這個要怎麼看 怎麼看出鳳梨出來 為什麼鳳梨可以看出太陽出來 很好很好 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他可以變這個 可是你感覺這有點單調 所以他最後他畫這個 這也是鳳梨 也是從頂部看 不一定切開 你切開那時候沒頭的這個芯嗎 那修仔 教授說這個不破 不可以破 我的作業不可以破 你只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不要去切切 切切弄弄的都不用 鳳梨就整顆 好洗好洗給你看 不可以切 也不可以讓你切 現在這鳳梨就對於正上方看 你如果只是這樣畫一個鳳梨 也沒有意思 那我既然是挑異性思考 你要不要想成什麼東西 要不要想成什麼 錫金 後面那種錫金 錫金有什麼 紙針對不對 紙針的旁邊有什麼 才知道幾點嘛 有數字才知道幾點 這個小朋友因為是學齡前 所以寫1234 誰到哪裡 多少 下到27 因為學齡前 不知道一天 不錯 以後時鐘有24小時 不錯 不一定要20 27也蠻有意思的 學齡前寫27 紙針好幾個 紙針它還不是同一個顏色 不一個同的重度 它有畫重有畫輕 表現什麼 它在動 它在動 它畫完這個時鐘 算很有創意 我已經給它很高的分數了 可是它旁邊還加一支什麼 它看一看 這個看起來蠻好吃的 放了一個叉子變成什麼 Pizza對不對 各位 各位講成Pizza 有像Pizza 有一段質感跟那種 有點像Pizza 所以它放了一個叉子 再來這時候差不多 畫到十幾分鐘 所以它趕快跟老師講說 老師有什麼事情 你有笑嗎 跟我借了一把尺 很奇怪 我畫鳳梨的課 學生跟我要尺 頭一回 你去圍鳳梨那時候 還沒去跟老師討笑 不會嘛 鳳梨那裡跟我直線 直到要用笑的地步 我再講一次 不剖開 鳳梨就是鳳梨整顆 現在看你怎麼看 尺不是拿來切鳳梨的 最後他畫出什麼 他畫了這個東西 這條東西照出來 這條東西 中間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圍什麼東西 那圍圍圍後 二十分鐘 收到回來的時候 我看著我嚇一跳 我說這天才 真是天才 我告訴你這是怎麼看 可以怎麼看嗎 鳳梨對家 走到家 以後跳躍性思考 就根據前一個 他前一個是這個 為什麼變成這樣 可以看嗎 這樣啦 你剛才既然已經倒下來了 然後再滾一滾 就變成這樣子 滾動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軌跡 所以 有的人 後來有一些老師挑戰我 說徐老師你解釋的太誇張了 那是那種大人的時刻 去套在小孩身上 在感覺這麼複雜 其實沒有 我剛有解讀過多 其實沒有 他都有一些暗示 暗示 這就是暗示 暗示是什麼 你畫鳳梨畫到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上面這是什麼 車子 車子 他不光是畫車子 他還畫什麼 車子走出來 地上有那個軌跡 表示什麼 就解釋了我剛才這個動作 沒有說假 車子在滾動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就一層皮這樣下來 對不對 咬了 料就是這個 你照這個 這如果是一個鏈子 你在那個鏈子就變成這樣 一片一片就是他葉子 上面有數字在跑 我沒有解讀太多 然後他還畫了tape 那時候流行錄音帶 一捲拉起來就一條線 有厲害嗎 真厲害 我跟你講他從哪裡 他從三度空間的鳳梨 加上時間變成四度 然後再拉成線性的一度 他在不同的項度裡面 跳來跳去 自由揮灑 後來他的成就發展也證明 說我的解讀沒有錯 為什麼他在數學裡面 脫補學那些都在 他數學裡面也是非常厲害的 這樣的小孩子思考方式就是這樣 他透過什麼 他透過視覺語言跟你講他怎麼想 他腦袋裡面裝什麼 非常有意思 可是呢 抱歉 剛才我講的 這種作品在罐頭工廠裡面會怎麼樣 就是不良品 不良品是什麼 就是蛋雕啊 丟到旁邊啊 廢棄物 這就是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如果有天才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 他會變成不良品會丟到一邊去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限制小孩子思考 不是在鼓勵他發展他各種不同的 variety 變各種可能性 如果是這樣這種教育就有問題 這不是要教育 他不叫教育叫做什麼 他把你喊這個你的思考 他在限制你 把你做成罐頭 以後你不會跟他挑戰 你不會挑戰他的權威 因為他代理 他代理希望你像那樣乖乖的 不要太想太 不要做有的無的事情 就這樣子啊 這叫做教育 教育就是訓練他要的人 這叫教育 我們現在教育變成訓練 市場上要的人叫教育 市場要的人要訓練 那種的教育叫什麼 叫做職業訓練 不叫教育 教育不叫做訓練給市場用 我們現在很多大學都喜歡做什麼 我記得我兒子其實老大蠻聰明的 他那時候從 我直接講那個學校好像不太好 一個雙語國小 這樣子好不好 雙語國小的教育都比較活潑 他要升國中的時候 那國中聽說是台北市很有名 Top的幾個國中 那個校長到這個國小來招 希望這個國小的學生到他們學校去 校長就是在小六的時候就最後一學 大家聚在一起 就告訴說我們某某國中 去年升學率進到好的高中的比例 是這樣 全台北市排名第一 講了大家好像 薩介有事 老師也坐在後面 我兒子坐在上面就舉手說 請問校長 來來 什麼事 請問你們的教學理念是什麼 好厲害嗎 我兒子呢 他說你們的教學理念是什麼 你給我講一大堆數字 說你考上建宗幾個北英尼幾個 但是你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他們的老師偷偷給他拍拍手 那個小學國小老師在後面說 棒 那個傷腦筋 過的人就收起了 不回答 對啊 你的教學理念是什麼 你給我看一大堆數字 考上建宗北英尼是什麼意思 你要教我們什麼 這是我兒子說的 後來他果然是不適應這邊 我都只好把他送出國 他真的不適應這邊的教育 這邊的教育不容許這樣的小孩子問問題 我們那個雙語國小一直有問題 他進國中之後 所有附近的國中都會抱怨說 從這個國小教出來的小孩子都很難教 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那邊國小教出來的小孩子都有自由思考的能力 所以國中就沒辦法 因為過來就是要聯考 他是另外一個系統前來 說到這個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有沒有人去過這地方 知道的人就不要講 上次來上過課我們不要講 但是知道的人請講 有誰講 剛才是誰講梵蒂岡 很好 你有去過是嗎 他有去過 果然沒有錯 去過就知道 沒有去過就不知道 台灣人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們不知道 我們去過的地方我們就知道 很有意思 所以去不去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光看照片 去不去很重要 有沒有到那邊經歷到事情很重要 民主制度不是說一拿來就可以用 你沒有經歷過那個東西 你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好 來 過來 剛才講到小學教育 我對他講說小學教育的掌控者 除了教育部制定規則 老師Follow以外 老師也產生很大的力量 教育的原則歸原則 你的變通看老師怎麼執行 所以那時候 讓我又要講另外一個故事 我那時候我在研究的時候在美國念 美國東岸一個學校 我念的是建築系裡面的美術系 我們到學期結束的時候 要把作品擺在前面 然後給評審 評審其實就是一評家 就來自於歐洲 法國 英國 不同國家 還加上美國那邊有名的 坐在前面 七八個人 我們同學就在旁邊 旁聽 每個人都有作品等著要擺出來 然後他們就這樣批評你的作品 你要Defense 就是 Defense 怎麼講 就是 護 辯護 對 辯護那個字 辯護你的作品為什麼這樣做 它道理在哪裡 你要說出道理人家說服了 就接受你的作品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挑戰你 只要把你打開 所以你的東西作品都在 怎麼講 面面俱到 不可以人家獨家就破了 不可以 那時候就有一個 我在講我的作品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 說 James 你不要去歐洲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當下 嚇了一跳 說 這個 你看我的作品 跟我去不去歐洲干你什麼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一句的說完 我發覺整個 評審委員的觀點都改變了 同學也開始有點 稍微鄙視的眼神 因為那個學校 算是不錯的學校 學生 大概沒有去過歐洲 大概只有我一個 我是想辦法 我媽媽弄了好久才擠進這個學校 這下講完 我回去家裡 就靠近跟媽媽說 老師今天把我打開 說我沒有去歐洲 我媽媽也是受日本教育 說不然這樣 暑假你就給我去歐洲 我就回來 就參加 我在台灣參加團 那時候台灣 算是 1989 算是經濟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台灣出這麼多團 去歐洲去玩 我就想說 參加團那麼多 大部分是採購團 我跟你講 參加一個比較有 成員比較特別的人 就剛好找到 有一團是 台南那邊一個國小 畢業老師 退休老師 一起組團要去歐洲玩的 歐洲十天行 我想 跟高級日分子去 可能會好一點 我就去 去的時候 第一站就是到這個地方 第一站就到樊蒂岡 到羅馬樊蒂岡 剛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場景 就嚇了一跳 然後下一張 這個是 再下一張 再跳回來這一張 再下一張 這一張 這是現場實拍的 最近的人其實那麼高 慢慢變小 小到後來變一點點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人的高度這麼高 柱子的下面底端 頂多到這裡 最樓的到這裡 上面這個雕像是這麼高 同樣的位置 你去比 這個等於它的三倍多 再跳上一張 下次把這兩個照片 對調那個位置 上一張就是 我們從 梵蒂岡上面拍下來 每一個雕像都三個人高 三層樓高 那大聲放在上面 這十二個使徒 放在上面 這看整個義大利梵蒂岡 看出去的場景 非常漂亮 這是環抱式的建築 中間一個中體 再下一張 這一張再下一張 這裡面的內裝 內裝 這是他們同一組就要開會的時候 會在這個地方 投票 望米伊莎 都在這個地方主持 這個感覺就已經很高了 你看 這一個人 一百層 沒那麼多 一百層 一百層 這邊也在照片 然後這邊都是剛才那個三層樓高的那個雕像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神龐 神龐 那邊都是 這邊都是 上面有二樓 上面有香精 然後各種圖片 來 下一張 整個看過去是這樣子 來 這邊就繼續 下一張 那個時候地板都是平的 來 放大 你看 剛才看的十層樓高是到這裡而已 再來就是上面的電風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大概每個雕像都是用大理石去刻的 不是說 砧板 大理石去刻的 看到這個 大家覺得什麼 覺得很偉大 很漂亮 很大鏡 很莊嚴 很神聖 然後下一步你會覺得什麼 覺得自己很渺小 當你看到偉大的東西 你會覺得自己 幾歲 小小的 你會覺得自己的渺小 那個是教堂建構的目的 就讓人進到裡面會敬畏的心 會覺得自己渺小 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那種觀點是不同的 你看到那個自己覺得 awesome 英文字叫sublime 我講了很多英文單字以後慢慢講 看到這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後面 跟我一團的那個老師 其中一個國家老師說 這個沒什麼 這個跟台灣廟差不多 比較大聲而已 當下我聽到這句話 我是勇氣 冷了一下 也就是說糾結了一下 贏了 怎麼會說這句話 我在那邊欣賞這件事 你怎麼會說那句話 那句話跟這句話 還沒差 當下我是說 你怎麼這樣跟人家糟蹋了 把你看到的東西 那麼漂亮的東西 用這麼簡單的畫 去把它put down 把它放到很低的位置上來 我就覺得很sorry 而且你又國小老師 你又是從事教育 你又受過高等教育 少說師專好的 還師大畢業的 你教出來老師是這件事 看到這件事是這件反應 那對 正常的反應 我剛才說的 你會覺得偉大 把人家糟蹋了 把人家糟蹋了 看那些細節 看人家怎麼做的 多厲害 這樣才對 這是正常的 你比不正常 不正常 那時候我還想說 這件人出來 待會兒還有好戲 果然沒有錯 隔一天 我們去 歐西美術館去參觀 一樣去看畫 我們去看畫 看畫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進到美術館 我就被吸引出去 一直看 結果那一群人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也沒時間去找他 我就好 我繼續看我的畫 看到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我回到最後 就到那個出口 出口的地方有咖啡店 我看著 那頂老師在那裡坐著 那頂老師給我 說水老師 你走那頂怎麼穿這麼久 我說沒有啊 我去看圖啊 那工夫要做什麼 來來來坐一坐 冷咖啤 我們在那裡吹冷氣很舒服 我說你圖不去看 那個都有啦 你去那裡吹冷氣去買 他們有那個畫冊 上面都印得很好 還有解釋說明 你回去看就好 我說 你們實在 我們花那麼多錢 走到後來就是看原作 看原來的作品 你不看原作 你坐一家喝咖啤酒做什麼 果然這些事情 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 我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 基本上 所有的資訊 是透過這款 Google 我啦或者照片出來 我們對原作沒有欣賞能力 這好像是什麼 好像你們男生 愛上照片上的老婆 真正老婆不喜歡 了解嗎 喜歡看漂亮照片那種 美女雜誌月曆上面那個美女 真實世界美女出現 你不曉得怎麼處理 就是你跟真人的互動是有問題的 真的在網路上迷那些 這些琴瑟照片的人 說我拍照 他在真實世界裡面 他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平面一張爪 為什麼可以把你弄成這個樣子 在某種程度上 你是迷戀在這個裡面 你再用 再用小的那裡 你真正的人 你不懂得怎麼欣賞 就好像你看原作 真的原作的話 你沒辦法看 你要看那個複製品 你已經把複製品取代了真的東西 我們假的政府 取代了真正應該有的地位 台灣人就是做這件事 你被複製品取代了 以至於你沒辦法欣賞真的東西 你被假的美取代了真的美 真的美我們看不見了 我們就看表象 都沒辦法看本質上的美 我們沒辦法吃真的水果 我們要吃水果的味道 喝的果汁都是只有味道 不是真的果汁 真正夠吃你沒辦法喝 這樣子你不覺得這個人的胃口變了嗎 已經有問題了 是啊 這真的是大問題 過來 好 那個小學老師 我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講很多細節 那一團就這樣 就算我交代過去 後來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在想說 這堆老師 為什麼在這些事情上有問題 我就要想 因為我也是老師 我怎麼幫助這些老師 變成不是他之前 會糟蹋東西的那種老師 因為他會糟蹋東西 這種美的東西 也會糟蹋我的孩子 不是嗎 他會糟蹋水的 偉大的東西 他當然會糟蹋我小孩子的美 有一次有一條歌說 不要不要來 汙辱我的美 有這條歌嗎 幾年前 就是這樣子 好的東西 到他的手上 會糟蹋掉去 因為這麼好的聖彼得大教堂 這些藝術品在他手中 就被他這樣摧殘 用幾句話就要把他 甩掉 我不曉得他出於什麼動機 所以我就要研究他的動機 你是出於 自尊心嗎 還是出於 我後來結論是有幾個 一個他根本看不到 他能用的語言 只能透過他所知道的去套上去 所以有兩個問題我發覺 一個叫capacity 能耐 他沒有這個能耐 去吸收他眼前所看到偉大的東西 沒有那個capacity 英文叫 電學叫電容 就是你裡面儲存多少電 你如果沒有那麼大胃口 就算整個好吃的東西 你也只吃幾嘴而已 你吃不下去 唯一能夠解決這個方法是怎麼樣 增加你的肚子 你的腸胃大的時候你才可以通吃 你就這麼小只能吃一嘴就結束了 你只有一種材料而已 另外一種解碼器 他看到這個東西他沒辦法解碼 就好像跨區解碼一樣 你去從日本拿的錄影袋 買回來到台灣看 不能看不同碼區 你知道要解碼 解碼之後畫面才會清晰 否則就是亂碼 他看到聖比德教堂的這個複雜東西 沒辦法解 他能夠拿出來解碼器是什麼 過去那個比較落後的解碼器 要套 套 套看看 套沒有的時候怎麼樣 趕走他 這沒什麼 沒需要看 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就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capacity 能耐 你怎麼增加 台灣人的人 能耐 我們現在說的問題 法律是需要能耐的 你沒有這種解讀法理的能耐 你就解讀不了 你會用你自己的方式來解讀 我剛才講解碼器 比如說你看到法律 你用什麼解碼器 你又扣扣扣扣 有權力這塊 權力拿到哪裡 鬥爭拿出來用 要套在法律系統裡面 出問題了 你這個人是要去討好處 就是他就是用權力在思考的人 這樣當然用這種方式來解讀你 你這個人都要討好處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腦袋裡面只有這種觀念 他不光是套這個 他套到人的關係 你喜歡他是因為他的錢 你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權利 就是這樣 因為他語言裡面只有這幾套 就這幾套在練 你看到真的法律的時候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capacity 能耐 怎麼樣增加他們的能耐 我跟你講 能耐裡面牽扯到一個重要的東西 叫做language 語言 語言是增加能耐很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會法語 我會德語 我會日語 我會台語 我會北京的語 我會讓不同的語言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北京的人大很多 不是嗎 因為我看到的訊息就起碼就跟你不一樣 我Google search不是只有在中文的世界 search 我在英文 我在法語 我在歐洲不同的國家 我得到訊息是從多角度的 我看的Cable電視台新聞是 不光是CNN 什麼電台都可以 NHK也可以看 德國的法國的影片 我就是看 看的時候我對整個事情的掌握程度 就比較準確 而且更真實 更接近真實 那語言多是好 但是除了語言 你說你要英語 但是你的vocabulary 你的智慧 字 沒幾次你跟我說會英語 說日文我也會教 來 我們來講看看 用日記來對話看看 講沒幾句話就知道你有多少料了 你講你會日語 是在外交 日文文章你有看嗎 英文你會教 來 我們說幾個term Postmodern 成什麼 你都不知道 英文只會conversation 這不叫會英文 你要知道這個語言裡面 所有的智慧要豐富 才叫說你會這種語言 不是清菜公共 所以現在又發生一個問題 我剛才講語言越多越好 語言 語言有很多種 語言不光是說的語言 我們的五感都是語言 我們看的語言 聽的語言 吃的語言 嗅覺的語言 法國人嗅覺的語言好 所以他生產什麼 香水 對不對 它的香水大家要愛 它最早對嗅覺這個語言很豐富的國家 吃也是一種語言 你不可以只吃中餐 不可以只吃台菜而已 剩下菜都沒辦法吃 我會吃日本料理 義大利菜 法國料理 法國料理 不同料理 不同的吃法 不可以都用豬肝的 法國料理你帶筷子不是很奇怪 而且它的環境 會吃的人連環境 氣氛 音樂 背景 吃的對象 吃的時間 都要講究 牛排一刻 熟成牛排 你給我們一匙 結束 那個你怎麼糟蹋這三千塊 很快 很快可以糟蹋三千塊 那是很快 結束 這也沒有聲音 就糟蹋掉了 你不懂事情的好壞 就會糟蹋事情 現在好了 語言還有很多種 視覺也有語言 視覺語言是一種 視覺裡面還分很多種 比如說看質感 texture 我們這裡面有學服裝設計 texture 顏色 顏色也是一種語彙 我那團雖然說那個老師是這樣的 其中有幾個老師 年輕的女老師其實蠻敏感的 所以顏色很敏感 所以他剛到法國的時候 他就第一件事情 他就做什麼 他就換衣服 他說 這附近的環境 都跟我身上穿的衣服都不合 他都台灣帶來 台灣帶去的衣服 在那裡沒辦法穿 所以他就馬上進到一個店裡面 把整屎都換掉 包括鞋子也換掉 那衣服不適合換掉 那時候我就當教 我就知道這個老師有Sense 果然沒錯 接下去他做的事情都蠻有Sense 他對於顏色跟四周圍的協調性 他產生了矛盾的時候 他做調整的動作 不是說鞋子要穿 本來的 至於那些其他老師就不用 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到哪裡都一樣 先不講那個 今天我要講其他更多的東西 所以顏色也是這種語言 顏色語言多不多 從你講話的方式就知道了 只有紅塵黃綠藍色 這紅的 麻黑青的那哪的 只有這幾個顏色嗎 我跟你講 光是藍色就十幾種 你可以加在語言裡面 你就可以不同的形容詞加在藍色前面 你就知道是哪一種藍 Navy Blue 水手藍 還是電藍 湛藍 什麼藍 一大堆你加上一個形容詞 那個藍色就不一樣 表示什麼 你對顏色欣賞的內容細節 也比一般人多 你這樣你的世界就比人家大 你不只配色 我跟你講光紅色就一大堆 女生最簡單 女生唇膏要用幾個顏色 我跟你講為了你的膚色 你要考慮很多 日本人那些都來 不是 我不是要做廣告 不同的廣告 他的那個唇膏顏色就列在那邊 你要去挑 每個都要試 你要照鏡子看 今天的膚色比較不好 要什麼 提神 都不一樣 顏色就是很多 唇膏不是只有一支畫到尾 很奇怪 女生的童心應該都知道 就是講究顏色 顏色用來是當作工具 來增加你最後要呈現的東西 OK 這是顏色 只是顏色就說很多 只是顏色 電腦上面顏色 螢幕那個顯示器裡面 就是一門大學問的 你顯示的螢幕上的顏色 是不是跟你印表器出來的顏色一樣 是不是跟你照相當時看到的東西 也不一樣 寫真到什麼程度 不是只有眼色就好了 我們相機給它加強顏色就失真 對很多人需要寫真的就失真就不能用 所以光是顏色管理 這就是一個大學 瑞士就有一個 專門顏色管理的一個組織 跟你定義什麼 所以Pandone Color就這樣 全世界大家都在講自己的顏色的時候 怎麼樣統一 就一個系統把它統一出來 給它一個號碼 就告訴你這個號碼代表什麼顏色 你看外國已經講究到這個 不然你家裡做專門講一個簡單 我說我這個白色的 什麼白 玫瑰白白還是百合白加 白加什麼 對不對 是哪一種白 就已經好多種了 你搭出來不對就是不對 要講究 我們燈要用什麼燈 我來講這個 這都是語言 這都是每一個行業裡面很細微的語言 這就是這種語言 你語言增加 你的世界就大了 你出出剛入社會 根本不知道這些美美的價格 你呈現出來的你自己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出資大業的人 下面的事情 不能接受的人 就是關在一個 小島上面的人的腦袋 你不是大日本帝國那種思想 不是帝國的思想 帝國的思想跟被人家當奴隸的思想 那是不一樣的 奴隸是沒有死官的 奴隸 奴隸怎麼需要死官 我這台我有飯吃的就好啊 所以台灣人現在要教跟奴隸一樣 有飯吃的就好啊 叫什麼肉都可以啊 只要有飯給你吃你就當啊 不是嘛 台灣人叫我教到這樣啊 人家要吃飯啊 沒有死官啊 過去誰給你寫都隨便你啊 隨便你啊 說我中間也好啊 說我什麼人都好啊 根本就不是嘛 你不會去追熟自己的自己到底是誰 Who you are 你真正是誰啊 你身體裡面留著血是斑婆祖的血 斑婆祖走回去你怎麼去找 怎麼去照 別人套一個姓你就接受 那是漢人套你的姓嘛 他來一個男生 他只來一個男生而已啊 你就變成他的人了 怎麼那麼奇怪 他只貢獻一個sperm 那你就變成漢人啊 笑死人 去好好去查你的DNA是什麼人 搞清楚自己的人 就知道該做什麼事情 我們的史官就建立起來 建立的史官才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你才會為你的下一代著想 奴隸不會為下一代著想 我這一代有飯吃得好 我現在有飯吃就好了 不會考到一年以後 兩年以後的事情 他不會這樣考慮 為什麼要講藝術 你們奴隸嘛 為什麼要學藝術 你們奴隸嘛 你去看那種話就好了 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這一塊 我們的美術課是拿去 叫你學數學 學其他有的沒有的 我們是一個扭曲的教育 它不是一個全人的教育 不是一個balance的訓練 為什麼 因為你是奴隸嘛 它不是要堅持你成 帝國的成名的教育 為什麼要給藝術課 非常重要 我跟你說 不是只要說法律 各個以後搞不好音樂課 還有什麼 美姿美姨也得送 我覺得是這樣子 教你怎麼穿衣服 怎麼穿衣服 怎麼騎 怎麼穿 怎麼吃 怎麼有禮貌 這台灣人怎麼會教 過去沒有在教 所以你越教就越低等 連自己怎麼料理自己的穿梭 出國就看得到了 出國跟其他國家比一比 就知道自己是誰 更糟糕的是 我們的身分其實是很高的 大日本帝國下的成名 做的事情卻是 像中國流亡難民那種文化 還去認同 更糟糕 他還把你壓得更低 大家說他是高級的 你是低級的 真可憐 台灣人還沒精湊 還在那裡想什麼 我都想說我每一次看 CAMERA看到那個Youtube 對面的人看的那些人 台灣人啊 你如果是台灣人 你想看看 我們在做什麼 講到這個我就回到剛才講的 日本教授 奇怪 那個日本教授為什麼一開始看我的話 就可以站起來跟我講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你們不會這樣想 有那些人厲害 你真的那麼厲害 看完我的話就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跟你講 偏偏就是這麼搞 就跟你們怎麼樣 上年紀公司開很久了 看新進員工進來會 會搞什麼話樣都知道 你年輕人誰做什麼樣子 我就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就這麼簡單 我interview那麼多人 你一進來 從你進來那當下 我一看你 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誰做什麼事情 會怎麼想 大概都知道 我都寫在臉上 那你們是有涉業經驗的人 我現在在講另外一種 他們畫畫有畫畫經驗的人 從看你的畫就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這次interview叫你們畫 我就在看你們的話 知道你們的個性 知道你是誰 就是這樣 在任何一個行業走在前面的人 看回去一定看得一清二楚 任何一個國家 在大國看你小國看得一清二楚 絕對看得一清二楚 看先進的國家 看落後的國家一定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中國現在給我們看得一清二楚 它不是神秘 神秘是對我們 在中國文化教育底下的努力很神秘 但是外國看你就是這些 你的數據說話 你是一個欺騙的文化 你的數據賣不賣 跟你宣稱的經濟發展賣不賣 所以最近都崩盤了 你的經濟是什麼經濟 鋼金水泥的經濟 四處把你起家裡沒人在用 四處把你起馬路上面沒車在走 那這是什麼經濟 你告訴我經濟發展 你的需求沒出來 你去製造假數字 遲早會撲空 撲空之後會崩盤 所以今天本地的環漏 就是日本撲空 他為什麼要忙著跟東南亞結盟 為什麼要有一個除了中國以外的 TPP出來 美國在做一個安全的動作 聽說你這個崩盤之後 這邊要怎麼辦 所以一個中國以外的經濟體要形成 形成這個保護的動作 我不要講太多 我只是個畫家 我們現在回到講畫的事情 那個教授知道 他知道還有一個東西 他知道解碼器 還有解碼器 他解碼器可以解讀 什麼叫解碼器 剛才我們說的也是跨區解碼 還有一種就是 我腦袋裡的思想 我透過語言 我講你聽話的語言 傳遞給你 你聽了以後進到你腦子裡面再翻譯成 你了解的概念在腦子裡面 中間很多解碼的 編碼跟解碼的過程 就是這樣解碼器 你現在這些老師看的 這款藝術品的東西 它沒辦法解碼 人家是有很多碼 你要正確的解碼器去看這個東西才看得有 來接下去往下看 這些藝術品對他來講都沒有意義 除非我告訴你 它是第一個 它的前提是在教堂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基督教文化 你不知道基督教文化 你說要欣賞歐洲藝術 那是人的 不可能 無理 不可能 下一張 這裡面每一個都是symbolic的符號意義 拉回來 你去廟裡面看 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什麼生命的名字 你看看 你外國人來看也看不懂 你一定要進到你所謂的文化 跟宗教裡面去瞭解它裡面的宗教結構 才能解讀裡面的東西 下一張 這個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叫Pietas Pietas是什麼 它是一個名字 它真的意思就是 聖母瑪利亞抱著 從枝架上拿下的耶穌 只看不曉得他厲害在哪裡 米開朗基羅做的 剛剛那個教堂是蓋了120年 120年 哪裏沒有鋼金水泥 還舊頭這樣貼不出來 有厲害嗎 貼得那麼高 嚇死你 那時候沒有感覺 16、17次哪裏有鋼金水泥 鋼股結構 沒有了 很重的舊頭 這樣一人一人貼起來 光工程技術就嚇死你 而且人家地板是平的 不像我們這個 陸平鑽那麼多次 信義路還是這樣子 好像在海上開船一樣 上上下再想一下 平的 到日本在馬路上走是平的 人行道是平的 不會柴下下雨天的水 會噴到你的衣服上面 不會這樣子 平的 他講到這個 怎麼欣賞 當你們看到這種圖 怎麼欣賞你告訴我 沒人跟你解釋你是怎麼想不想 第一個你故事也不知道 就是一個女的一個男的 就這樣子嗎 不是啊 那好 那我就想說 耶穌跟瑪利亞 那好啦 就停在這裡嗎 需不需要更多解讀 當然要啊 瑪利亞為什麼這個表情 耶穌為什麼這個表情 好啦 大家都很喜歡從技術面上講 技術面是什麼 你竟然在故宮有沒有 他說 這個作品這個是花了多少人去雕 多少時間 這材料是多少 我跟你講 這就是製造業看藝術 你是製造業的腦袋 你去看藝術品 只能從製造業角度看 這是多少工多少料 這花多少時間 笑死人 這怎麼是看藝術的方法 它的美你看不到啊 因為你只看到材料啊 你看到 這就當然看藝術的方法嘛 這多多少 這是值多少錢 這多少錢 哦 那貴啊 那太貴了啦 那你是根據什麼 標準去說它太貴 我以前的那個 你們回去看我以前的課 他一幅賣到幾億的畫 Francis Bacon 他一幅自畫像 幾十億 大家看沒有啊 這個是炒作 後來那麼簡單 後來那麼簡單 這幾個就讓你 那些都不是笨人啊 賺那麼多錢 大家每一個比金的 哪有在炒作 可以炒出那個價錢 你去炒炒看 你的畫拿出來炒 可不可以炒那個位置 台灣人隨便拿個藝術家去炒 可不可以炒幾億美金 做不了嘛 一定有原因 事情不是我們傲人想那麼簡單 你記得這句話就對了 事情不是我們傲人想那麼簡單 不管是法理 還是台灣地位 還是藝術都不是台灣人想那麼簡單 因為台灣人的腦袋太簡單了 層次不夠 想辦法 我們在上法理課就想辦法台灣去教授 不要再受奴化教育 跳出來 知道什麼叫做 帝國思想 什麼叫做Global Concept 什麼叫做全球思考 我再講一個故事 這是我臨時加的 因為有些人已經上過高級班 再回來上這個 如果沒有點新的材料 怕說 撞不住 其實我故事太多了 我現在只是想說我取一部分 適合大家聽了就好 有一個律師很有名的 相當有名氣的律師 有一天晚上就走在橋上面 走一走走一走 就看到有一個女人 就望著橋下那個水這樣發呆 就看到律師就直覺了 他大概差不多了 可能會 等你就可以跳了 果然沒多久他就往前走 走沒多久 噗噗 果然是有人跳下去了 然後就有一個悲慘的聲音 就啊 這樣掙扎的聲音 然後他繼續往前走 然後 沒多久以後那個聲音就沒有了 好啊 那律師在想什麼事情 他當然有掙扎 他是有一個腦子 他有身份地位 在那個城市裡面 非常有地位的一個律師 你在想什麼 我要不要救他 這第一個問題 那個很明顯 那女的跳下去了 我要不要去救他 他想不要救 我救了的話 搞不好我也死掉了 因為那邊烏雞麻黑 就算我越游泳 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 再來呢 我如果去救他的話 他是律師 他說我如果救 不不不 他可以去求救 他說我跑去別的地方跟人家說 有女人掉下去 大家趕快去救 搞不好是你推他下去的 人家會誤會你 就像我們的出車禍 你不能親在人救 一樣 他居然那樣有個想法 他說我是律師 我看太多這種事情了 還是不要插時間的事情 所以他硬的心就繼續再往前走 對不對 他心裡面都有掙扎的 然後再來呢 第三個 他還能做什麼事情 他最後選擇是什麼 就是忽略 就當作沒這回事 往前走 可是人是有良心的 他第二天在同樣走那條橋的時候 當然這事情已經發生 人是屍體也撈走了 第二天在走那條橋的時候 他心裡就想說 我好歹也是 我其實沒有像昨天發生的事情 那麼壞 我其實是一個很有 名譽的律師 我是社會的什麼 我至少沒有像那些開槍殺人的那些人 那麼壞 就自我安慰了 他就開始要告訴自己沒有那麼壞 對不對 因為人家發生跳水事件 你沒有去解決 他跳去一邊想 他這樣想之後後面有一個笑聲出來 哼 就這樣 他轉頭去看沒有人 他說 他回去再想說 其實那個是他自己找的 哼 後面有一個哼了一聲 回去看又沒有人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我不是在講離音的事情 一點跟這個無關 我只是想說 其實那哼搞不好是他自己的 自己的良心對他瞧不起 你在講建構你自己 其實你都不是這樣的人 其實 down in your heart 你心裡的深處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就自己為中心的人 不會考慮到別人 就是以自己的利益做考量 唯一的 你這輩子 你其實跟那些人沒有差不多 搞不好更糟糕 你忽略了一個你應該做的事情 你的世界是建構在 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出去的 你並沒有外界在社會上 給你的那麼崇高的地位 他就發生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 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 其實我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同樣的法理論書 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就看很多人不同的反應 我跟很多人講 我只要有空就講 我到學校我到朋友之間 我在講看他們每個人反應 這裡面不乏有高級知識分子 博士 博士後 好幾個博士那種人出來 他們聽到這消息 理性他們知道 他也什麼都知道 可是他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講這個故事 其實是講給他們聽的 事情發生 然後你呢 你跟他什麼關係 跟你無關嗎 還是裝作無關的走下去 裝作這件事跟他無關的 繼續走 民政府這個出來 他的確他當初給我看到的時候 我是嚇一跳 讓我明白整個論述 原來跟台灣有那麼大的關係 根本就是台灣人能夠 得救的唯一的一束曙光 過期大家會來這邊 大概都有參與過很多 幫助台灣人想站出來的機會 大家都會去參與 但是都走不出來 看到他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法說 哇 太好了 居然有這種事情 再趕快把他投入 讓他成功 跟我這個人就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那時候說有的人說我放棄 也不知道哪一週的 台南週還是昨天他們講說 我乾脆就把工作先丟掉 先來做這件 做了再回去 我也是一樣 我是畫家 我只是畫畫而已 可是看到這件事情不行不行 畫筆先丟下去 我現在把這件自己做得好 再回去 我當然會遇到很多阻力 或者家要養 小孩子要養 怎麼辦 先丟一邊 在某種程度 不是說叫你全丟 某種程度 每個禮拜多來 一天 兩天 contribute 貢獻在這裡 再走下去 這是一個 好啦 我剛才講解碼器 現在拉回來 剛才比較情緒性的一些故事 解碼器的話 這個需要解碼器 什麼解碼器 我可能要把基督教文化 大概講一下 因為我不是宗教家 我是比較從藝術教的講度 來看東西 我提供的是一個解碼器 所以你們如果是基督徒 很清楚神學的話 不要挑戰我 我只是說一個解碼器 讓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人 透過基督教的解碼器 來看這幅作品 什麼解碼器呢 我發覺 台灣人用台灣人的宗教觀 來看基督教看不清楚 看不懂 因為基督教 跟我們的台灣人的宗教觀是不一樣 我們是受中國人的那一套系統影響很大 所有佛教 所有印度教的這邊影響很大 可是基督教的完全不同觀念 東方的宗教比較像是 從人的角度去看真理是什麼 基督教觀點是 啟示性的宗教 什麼叫啟示性 就是創造者對受造物 啟示 告訴你 這其實用數學角度也可以了解 為什麼 他們覺得人不可能去了解真理是什麼 為什麼 你的邏輯也是創造者給的 你的思考 你的基本的想法都是被給予的 你怎麼可能跳脫這個系統以外 你在時間底下 你在空間的限制底下 的受造的東西 怎麼可能知道這個宇宙的創造的原因 我可能了解 這純數學想就知道 純邏輯推理也知道 所以他們認為說 除非這個創造者主動告訴你 否則人無從知道這個真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叫做啟示性宗教 既然是啟示性宗教 基督教一開始從 我跟你講整個基督教系統 很簡單就從猶太教開始 Monotheism 單獨 就是只有一個神的宗教體系 說到這個 很多人就講 基督教都一樣 反正都勸人行善 我跟你講 偏偏就不是 基督教就不是勸人行善 你如果覺得基督教是勸人行善 那你就弄錯了 不是 很奇怪 怎麼不是 因為基督教難道做壞事嗎 我說沒有 但是勸人行善不是他的主軸 我說那基督教不是基督人寄託嗎 是 有基督人寄託的功能 但是不是他的主軸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嗎 是 在某種程度上是 但是他的主軸又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 我讓人問說 那基督教在講什麼 我跟你講 基督教在講什麼 救人不死 救人不會死 人會死 基督教的主軸在講救你不死 人會死不讓你死 希望你不要死 怎麼是這樣 我看到基督也有墳場 怎麼救人不會死 其實我還參加過基督教的最次禮拜 怎麼會沒死 那你就要問下一句話 那你講的死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你要把definition講出來 才能針對這個定義來做辯證 所以在原文裡面死 在基督教的觀念定義叫separation 分開 分開了 事情中間切一半 左邊右邊這樣就分開了 什麼跟什麼 靈魂跟肉體分開是不是就死掉了 現在靈魂在身體上面就是活著 對不對 沒有錯 這是他們的定義 另外一個定義是什麼 上帝跟人分開 中間不能溝通 也是死 所以那叫靈禮的死 一個叫肉體的死 一個叫精神的死 精神的死就是 即使你活著在神眼中 如果你跟祂沒有關係的話 在上帝眼中看你跟死人一樣 跟祂沒有關係 那什麼叫救你不死 就是讓你靈魂回到肉體 你跟上帝的關係很好 這叫救人不死 基督教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基督教就講說 那身體腐化燒掉怎麼辦 那沒有身體可以回去 很簡單 在基督教觀念裡面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創造人 創造人 創造夏娃 又要做一個身體讓你回去 簡單 再回去 就這樣 但是你跟上帝的關係要恢復 這個很重要 那我現在下一個問題 如果按照邏輯再走下去 你會問什麼 那為什麼要分開 為什麼要死 對不對 你應該問邏輯 我們現在在reason 我現在在跟你reasoning 就是跟你講合理的事情 好啦 你講到死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問說 上帝造人是要讓人死的嗎 偏偏不是 那死是怎麼來的 那你就要問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死 那很簡單 我們講一個概念叫做罪 講到罪就會講到聖結 我們上帝的本性是聖結的 holy 然後還有講一個觀念是罪 什麼叫罪 罪跟我們講說殺人犯我會不一樣的 罪說跟 那是人跟人叫做crime criminal crime 是人跟人犯罪 人之間的犯罪行為 但是sins against God 對神犯罪 那什麼叫犯罪 犯罪又要講定義 什麼東西都要講定義 什麼是罪的定義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叫犯罪 罪 他也跟你講說這個是你要做的 射箭要射中靶心 沒有射中差一點點叫做罪 根據這個定義就衍生出很多東西 我罪再定義一個更清楚給你聽聽看 什麼叫罪 第一個 我們常常以為說罪就是實戒 你不要去做實戒 賣太郎賣半會賣 做有的不的就沒有罪 是嗎 不是 根據基督教建議 不該做的你做是罪 可是該做的沒有做也是罪 哎呦 如果是這樣的事情就大條 沒有一個人不是這樣子 被他套進去 另外一個觀念是什麼 做過一次就等於做過了 沒有說我現在沒有做 我過去十年都沒有做 不好意思 主使人給基督做給你就做給了 那是基督教對罪的定義 只要有做過一次 因為我們在時間裡面 你不要把過去抹殺掉 你只要有做過就有做過 你有帶的人就有帶的人 不然那是過期的 那是過年的事情 今天也不會帶人 還有那些事情 不是這樣子講的 第三個 還有什麼 你們心裡面犯罪就是 耶穌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我現在只是結論 我在讀書之後的結論 講給你們聽而已 耶穌說 你們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你的眼睛看到婦女動了一念 就已經犯了奸淫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用心來做標準的時候 事情大條 每個上網在看情色圖片 你看看有沒有犯奸淫 都有了 所以什麼 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 所以按照這個定義的話 你沒有比希特勒好 為什麼 因為希特勒這個人是說 我講一句話罪會堅重的 我只要講說 我討厭這一批人 把他處理一下 頭握過去之後 筷子走行行隊就出去 就把那些人都處理了 不是嗎 如果這個權力給你 你我當中 我們今天是因為沒有權力 給你權力 難保你殺的人不會比希特勒少 就是建議書 就是這個心是因為你沒有power 你有power的時候 你的心如心所願的時候還得了 什麼事情做到可怕的事情都會出來 所以最後是在心 所以是基督教有講一生的果效 由心發出的 對心來對決定很多事情 如果是心動就產生罪的話 那全世界人都有罪了 好啦 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罪跟要死什麼關係 為什麼有罪就要死 你們應該合理的問 要問這邏輯 我現在在講邏輯而已 我都沒有講很複雜 我還沒講感性 我沒講知性 都沒有 這簡單的邏輯 好啦 那為什麼有罪 那要講一個本性 我們剛才講說 上帝是聖結的本性 聖結這個很難定義 這太深 現在不講 就是Holy Art 就是完全另外一個存在 他跟你講什麼是不聖結 跟聖結就不能在一起 乾淨跟垃圾就不能在上面 所以這個聖結的存在 對於烏輩這樣東西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跟你切開來 切開來separate 切開來之後就是死亡 如果它是生命的源頭 你跟生命的源頭分開 你就是死亡 你就是面臨死亡 那現在一個問題說 那怎麼要做這件事情 上帝有一個公義的本性 祂是justice 公義就是賞善反而 你對錯就很清楚 沒有什麼羅里巴掌的 那祂是絕對的公義 祂又是絕對 現在的法官判案有很多盲點 上帝沒有盲點 基督教講的上帝是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如果是這樣的上帝 誰能逃得掉 走不去 他們講是這樣的創造 跟我們台灣人對神的觀念不一樣 他的公義 所以他 待會再講 不講那麼多 公義就是做 對於犯罪的行為 他做一個動作 就是懲罰 好 現在有一個故事就出生了 又發生了 有一個法官坐在這邊 然後下面有一個犯罪抓來 這個台狼死刑 啪 下去 執行 下一個 這個搶劫 結果搶劫 判刑 下去 下一個送上來 照理說法官就這樣做就好了 居然是他兒子 送來的是他兒子 這個法官就突然之間矛盾的心理 就在心理產生 為什麼 他如果當法官就算了 這個孩子跟他沒有官也就算了 這事情就很好解決 偏偏是他兒子的時候 又孤兒子的時候 天人交戰 要判也判不下去 不能判也不行 那怎麼辦 當然有這種保釋的動作 就是說 你就找一個沒有罪的替他 償還一些犯罪 該有的懲罰 這事情就聊了 可是這個事情沒辦法聊 因為沒有 全世界人都犯罪 沒有人可以取代這個犯罪者 旁邊看去都每個人都犯罪 那為什麼 最後怎麼辦 法官自己下來 法官自己下來 替這個犯罪者付上代價 這就是基督教的觀念 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他們叫做 上帝道成肉身成為基督 來到世上 為了人付上代價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叫做戴罪羔羊 贖罪祭 就在講這個概念 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還知道是上帝道成肉 是神 所以他講說 耶穌就是上帝 就連到一起去 這個救恩才會完成 可是他如果死了就死了 這件事情還沒有聊 他還做一個動作叫做什麼 要復活 復活要證明什麼事情 證明他是上帝 他不是人 他如果死了就死了 一般人也都死了 這事情沒有解答 所以基督教你把攻擊 讓他鬥 很簡單一件事情 就證明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基督教其實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面 不斷的接受各種東西的挑戰 包括科學的發展 挑戰基督教 沒鬥 邏輯哲學的辯論 挑戰基督教 沒鬥 所以宗教必須在理性的思辨裡面 接受挑戰 台灣的宗教 不要幾秒鐘就消失了 因為沒辦法經歷起辯證 沒辦法經歷被人家挑戰 接受挑戰 我們現在不講這麼多 我回來講這個故事 怎麼解這個 這個雕塑品好在哪裡 你要會看 我的時間到幾點 OK 還有20分鐘 我先解這個話 這個話是在大理石 大理石雕塑品有一個問題 雕塑就是 倒下去就倒下去 你肉倒下去沒辦法接著回去 對不對 所以雕刻家有一個最大 長久以來一直有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刻畫也就重新來 對頭 出頭 還要再來一次 以前沒有說什麼可以黏回去 也沒有那麼強的強力膠可以黏 所以這個藝術家厲害 米開朗就天才就天才在這裡 你知道天才的音樂家是不會 拉錯 彈錯 notes的 你知道嗎 你去聽真正完美的演奏 就真的沒有錯 那叫天才 這個創作者不會犯錯 那也是天才 那是練出來的 你回了打網球 每一球都回到正確點沒有犯錯 那叫天才 天才就不是人 不是正常一般人 人會犯錯 但是天才就是在尋常人之外 所以他才能當藝術品 他的觀點不光是技術層面 我剛才講說我們很喜歡從技術層面 因為是製造業的觀點 沒辦法看藝術品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拉高一點層次 從製造業的程度再拉到說 有宗教的觀點的層次 他講了一個宗教故事在裡面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耶穌被定完十字架死掉 拿下來的時候 門徒把他弄到 瑪利亞破的手頭 他背後有一個故事 瑪利亞生耶穌 誰生 那他爸爸是誰 在基督教的觀點是聖靈懷孕 就是說他還是童女的時候 他就懷孕 所以生的不是從人的血氣生的 所以他是神 透過人的身體生出來變成人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瑪利亞現在很複雜的心情 這到底是我的上帝還是我的兒子 又是上帝又是兒子 這心情很複雜 然後我的上帝的時候他怎麼會死 又死在我手上 那時候還沒復活 所以他當下的情情他有三天很痛苦 這個痛苦是很複雜的 同樣他的信仰會在這邊崩潰 他一直相信他是瑪利亞 他應該是來救全世界的人 怎麼會死在我手上 他現在是很複雜的情緒 所以他看到的時候表情要給什麼 我剛剛經常講 你演戲表錯情 那個戲還能看 對不對 明星律讓你飆上你在偷笑 這戲看不下去 所以那個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 他那個等於是一個定格的畫面 那個表情要最恰當 我講一點技術層面 好像大家要睡著了 技術層面就是 同樣一塊大理石要雕出布的感覺 要雕出活人的感覺 要雕出死人的感覺 要雕出頭髮的感覺 要雕出 好啦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你去欣賞 這就是藝術的某種層次 製造業的 但是我們要講另外一個層次的 剛剛就講宗教 再來講的一個層次就是表情 就偏靠近藝術的欣賞部分 他要什麼表情 你是一個好的導演 你會要求演員做到正確的表情 才能夠把那個戲的張力弄出來 那個藝術家也要選一個正確的點 才能定格 讓你看到這個才是 Pick 就是最高峰的那個點定格 然後做成雕出給你看 那時候要所有的神學觀念也要在這個 創作者雕出家的腦袋裡面 Contemplate 就是思考 反覆在思考才可以做出這個點 現在可以看 好啦 下一張 以後我再講多一點 因為現在時間真的是非常優先 好啦 我們再比一下 同樣叫Bernini 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也是功夫不得了 我跟你講 這個作品跟前一個作品 給你挑 製造業的台灣人挑 挑不出來 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不知道 可是外國人很清楚 前面那個是聖化的一個藝術作品 這個就是一般 他也是在講神話故事 他講一個男人追到最後一分鐘 總算給他追到的時候 那女的變成樹枝了 開始從手指頭變樹枝了 意思是說你永遠得不到你這個藝術 就算給你追到最後那一秒鐘變形 變成手機了 再美的女生變成樹枝 那你之前的追都是枉然 就人類有很多這種事情 你一生在追求一個東西 最後什麼是這個 怎麼一堆廢紙 對不對 那種心理的那種暢然 就這樣子 這個雕塑就表現出來 羅曼蒂哥 大家很喜歡對不對 可是在藝術品的層次裡面 我們還是分高低上下 如果要這樣分的話 剛剛那個就會得第一名 如果你是評審你要怎麼分 當然是以他討論的議題 他的深度 廣度 層次 來討論藝術品的好愛 現在會看 我在教你們看東西 看藝術品 當你沒有這些基本的解碼器 你怎麼看 你告訴我 我剛才沒有跟你講那一長串 怎麼看 其實我剛才講基督教 我還講錯一些事情 大家還不知道 其實基督教的觀念 那個神不是在時間底 在時間以上 所以我剛才講那個法官 都是在時間裡面走的事情 不是 基督教的觀念是上帝在創造世界 以前已經在神裡面拣選你 就是他根本就 還沒有你這個人 還沒有世界之前 你這個人就決定有這個人會生出來 那是更複雜的觀念以後再講 好 下一張 歐明斯斯林卓佛 就是剛才聖彼得大家旁邊一個走進去 再來下一張 它上面就是把整個聖經的故事全部 從舊約行約全部畫出來 在上面 好累喔 聖經整本來的故事 透過視覺的東西把它畫出來 又要不討厭 又要好看 又要莊嚴 所有的東西都要考慮 每個讓人去都真是厲害 難怪給他那個位置 應該 他deserve deserve就是應得的 他應該得到那個位置 位階 OK 講到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給對的人在對的位階 你把不對的 比如說夏女放在祖母的位置 套給你的位置 會出亂子 聽得懂嗎 你這個女生沒有這個格調 不能嫁給皇室 要不然會出事 戴南皇妃很漂亮 我現在不再講英國皇室 可是你如果一開始沒有準備好 進去皇室是倒大沒有 日本天皇的老婆 哈佛畢業沒有錯 可是進皇室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你沒有到那個level 你鑑回去 會發生很多 我看事情不像一般女生看事情 那麼簡單 亞當妃本來在幼稚園裡面帶小朋友 他人也很漂亮 各方面都有 可是宮廷裡的複雜不是你能了解的 你沒有準備好是進不了那個地方 不是說你叫公主好高興 帶來的是一個悲劇 下一個 我承認是悲劇 我也很同情他 可是他歷史人物 沒有這個 歷史的張力就沒那麼好看了 不是嗎 下一張 就是有這些悲劇產生才讓整個故事這麼精彩 再下一張 講這個 講到帝國 這就是要解碼器了 你在羅馬那外面看到有一個水池 水池上面有這些 如果是台灣人起床 水很涼 快點洗一下手 水可以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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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 在羅馬帝國算是號稱歐洲最偉大的帝國 他做帝國要做一件事情 展現他的國力 展現他的威嚴 他要把四條河的河繩抓來我的水池裡面擺著 哪四條河 在亞洲當然就是印度的恆河 以當時的對世界觀 非洲就是尼羅河 就是埃及內尼羅河 歐洲就是多瑙河 然後美洲他們選了一個叫拉普拉塔河 誰知道拉普拉塔 在巴拉圭跟阿根廷的中間有一個大的出海口 那個河的出海口大到什麼地步 台灣可以塞進去 你可以上Google去看一下 半個台灣可以塞進去那個出海口 一個三角洲 夠大吧 真的是大 這個四個河的河繩被他抓到那邊 他做了一個符號性質的 symbolic的 symbolic就是符號性質 他不是真的意味著這個 只是意味著說這些河繩給我抓的我手道 我才是帝國 下一張 後來法國在18多少年成立 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幾隻腳 後來我現在不想問我直接告訴你四隻腳 四隻腳就是跟前面那個四條河的河繩有相關的關係 他在萬國博覽會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成立 在當時以人類的科技來講他想管 可是他宣告另外一個帝國的定義開始 一開始帝國的定義是什麼 河繩 河繩還是以戰地為王的觀念 把河繩抓來就是等於那個 因為他們還是平面思考 2Dimensional 現在是3Dimensional 三度空間 他拉到天空去 所以之後 誰能夠掌握天空就掌握 就是才是真正的帝國 那時候中國還在平面戰爭 他還沒考慮在滯空 整個天空也是你們國家 誰敢飛過我的臨空我就打下來 再下一個 我不講太多 這是最早的照片 1826年 1820幾年的第一張照片 那個發明是照相機的人 透過那個化學儀器 然後曝光之後 產生他隔壁屋頂 下一張 那時候也是18多少年照著街道的圖形 下一張 那時候還是馬車 這個是誰知道 無人知道嗎 這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1851年 在哪裡 英國倫敦 叫做水晶工 有沒有聽過 都沒有人聽過 沒關係 那時候開始製作玻璃的技術 大到一個地步可以去 1851年 1851年 你想想看 1851年我們在哪裡 1851年 他已經弄這麼漂亮的一個水晶工 1851年 就算現在拿出來還是很嚇人 1851年 19 2000年 這是幾百年前 百幾年前 200年 OK 下一張 巴黎鐵塔 1875幾年 蓋的 1875幾年是往上 1851年是剛才那個水晶工 因為它玻璃在製造業上面 產生一個大突破 可以製造大片的玻璃 所以用那個來做水晶工 嚇到那個時候 當時的人 水晶工裡面也有 溫室 花朵 全世界的 exotic 那些 plant 多種色彩的植物 都可以放在那邊 接下來是巴黎的 萬國波蘭會 也是展現它國力的一種方法 下一張 你看當時的巴黎 60年之後 另外一個帝國出來了 上天空不算了 那只有在地球的天空 我們上到宇宙的天空 到月球去 而且要載人去 去了還要回來 不是去了就再見 去了還要回來 就是60年的 新的帝國去了 就美國 來 下一張 那時候1870幾年的時候 我剛才想巴黎鐵塔的時候 紐約是長這樣子 還蠻落後的 下一張 你看 你不要看電線 電線桿長這樣子 你們大概沒看過這照片吧 有看過舉手 我讓你看18級多少年的街道 因為那時候到處電話線 每一家都要簽電話就看著這樣 有沒有很好笑 哇 幾百年 都是電話線 那時候資訊爆發 電話 來 下一張 那時候的月台 那時候過紐約出去的那邊敲 下一張 你看它旁邊都是玻璃 你看它旁邊都是玻璃 沒有幾年 189幾年 1907年 紐約市已經變這樣子 不怪196幾年就登上月球了 那時候的紐約就已經蓋了 港股結構 那是最近我們台灣才知道 有什麼港股結構 早期你看它怎麼蓋的 1907年 來 下一張 好啦 就要講這個 我為什麼要講剛才那個 就要講這個 等一下 我裡面是不是有一張是 月球登陸艇的 不是 有一個登陸艇的照片 跳到那一張好不好 先跳那一張 有一個登陸艇 整個腳有輪子的那一張 幫我找一下那一張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找到 有一個登陸艇 有一個圓球的 有沒有那一張 你先找好了 我這時候先講 有沒有 找到的時候就幫我放出來 比較高科技的 好啦 那我就講了 下次你們自己看好了 我要介紹的是他們最近美國登陸的是哪裡 總會知道 不會完全 火星嘛 火星的距離跟地球到月球距離差多少倍 有沒有概念 到火星跟到月球有什麼差別 我跟你講 到火星的距離是從地球到月球的1485倍 有沒有嚇到 從地球到月球距離的1485倍是到火星的距離 然後呢 美國科技已經到那邊是2006年拍出去 2008年花了幾年的時間飛到那邊 之後把訊號傳回來 你看到第一張月球的圖片 就這台 它叫好奇寶寶 好奇寶寶 它是取名的 它就對全世界 說大家來給它取名 所以現在不會在這邊 它那個用電量可以用好多年了 幾十年 好 下一張 這是第一張在火星上拍的 它剛下去的時候拍的照片 有它自己的影子在上面 好好笑 不可思議 地球到月球的1485倍距離 好 下一張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回到剛才那個照片 我還有十分鐘 十分鐘我就不講話了 我再講另外一個話 我跟你講 我要講一些比較殘酷的事情 早期有一個概念叫做生存感 Baby一生下來 小孩子一生下來做什麼 哭 然後它會透過四周圍的環境 來認知自己是誰 比如說看到媽媽是唯一個 第一個接觸 吃奶 就認可說我有自己 然後我哭了 媽媽就為我吃奶 就對自己有一個認同 說我是被重視 我有存在 存在感這時候出現了 然後再慢慢長大以後 爸爸進來 加了成員進來 你的存在感就越來越建構越複雜 對不對 我的存在感因為我四周圍的環境 建立起來 沒錯 如果這時候 如果小孩子一哭就滲出一杯 撲一下 撲一下 它會否定會嚇一跳 為什麼我肚子餓會被打 所以小孩子如果被虐待 小孩就被虐待的小孩子 他就失去了存在感 他的存在感很弱 我去過那種育幼院 如果被加暴的小孩子 我通常會辦一個活動 小孩子會躲在桌子底下 就被人這樣哭 就當作我不存在就好了 那我要花很多力氣把它說服 或者義工人員會把它說服 讓它出來跟大家一起玩 你們一定要做這種事情 想辦法幫助那些人 如果有機會有空 一個月來一次或一年去一次都好 去了解這社會上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情況 你才會更有使命感 我要說的不是這個 我是說存在感的這個東西 會隨著小時候被否定它的 identity 其實我就會說台灣人 你說我是台灣人 砰 跟你砰下去 我就是台灣人 砰 你是中國人 真的我們存在感發生問題 你要去跟人家講說我是中國人 明明你又不是 被人家否定你的存在感 OK 我再講下去 存在感加下去以後 它有家庭的存在感 存在感可以應用在團體 比如說這個家庭有一個存在感 這個家庭跟另外一個家庭比 這個家庭的存在感比較強 所以他們家裡面出來的人都比較大 家庭成員有強有弱 強的就會幫助弱的 保護弱的讓它變成一個群體 群體的存在感 我現在說群體的存在感 群體的存在感就是以前台灣的部落 部落叫一部落下一部落 為了生存這個部落就會保護它的弱的 然後去征戰去拿食物 碰到另外一個部落就會開始修台 修台存在感很強的就吃掉弱的 因為它包進來 那一塊區塊的資源都是它的 就慢慢形成部落之間在集合 比方變成大部落 大部落再大就開始想 小的國家就產生了 像中國過去也不同部落 後來變成小國家互相支援 日本也是部落 因為部落越大的話 你的資源豐富 你就可以掠奪更多資源 人家來打你不容易打 你知道嗎 這就是存在感 存在感很強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就是存在感很強 存在感之外還有一個叫實力 有的人存在感很強 可是沒有那個實力都叫八百 對不對 很簡單 有些國家存在感很強實力很弱 像中國 存在感實力很強 存在感很弱 日本 兩個都強什麼 美國 我簡單的怎樣 我簡單的比喻是像這樣子 台灣人QQQ 像這樣 你又被一個存在感很弱的 流亡政權來統治 你又過了幾殘 他們已經存在感很強很弱了 他又沒有實力 而且美國沒有幫助他的話 他真的沒辦法統治台灣人 雖然他也沒有打壓到你 覺得自己不值任何東西 他就用各種方法用言語 用教育用文化各種方法 要不然我們是很強的日本人的心態 他壓不下去 他就用騙的 告訴你 你其實什麼都不是 其實不是 我們什麼都是 我們已經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你現在是流亡人 要把你統治一段 他要用這種方法 用謊言不斷地告訴你說服 所以你是被abuse 被虐待了三代的人 這比現在的台灣人 你父母親內代很有驕傲 很尊嚴 我們打去美國 事實上兩個強權在互打 不是中國跟美國打 中國輪不到他 他是被打到整個國家四分五裂的人 到現在為止還是 他的強是在中文媒體裡面的巨人 可是在真正國際語言裡面的侏儒 你如果用經濟語言 用社會發展的語言 用各種語言來看中國 這真的是一個還沒有成形的一個國家 他裡面矛盾太多了 一個虛構的一個強大的政權 韓國母親一台 就要碰風到要說到什麼 登陸月球 他現在還做不到 美國已經到Mars了 到火星去了 你還會被這種東西嚇嗎 所以我們台灣人的教育裡面 沒有大到可以去看通整個事情 然後做正確的選擇 時間越高 我講這個沉醉感 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人會經歷這種事情 不是我們自己選的 是什麼原因 你全敗 你被人家打敗 打敗的人是做什麼 以前一個部落殺掉另外部落的時候 他怎麼樣 把對方的酋長的頭砍下來 是不是 然後掛在他們的部落上面 就嚇那些人要壓制他 天皇的頭被砍下來 現在懸置在那邊 大日本帝國被切成幾塊 台灣是其中一塊 你如果只能把全村人都殺完 沒有用 為什麼 我保留這些婦女兒童 繼續為我當努力 這是最好的資源回收 他不是進到一個國家 把他全部殺光了 故事就結束了 他要繼續利用你的人 所以你如果只要把你的腦袋 你的思想改造 你就可以變成被我利用的人 這就是戰爭的殘酷的地方 你不要太小看這件事情 台灣人去做黑膏 吞打你不知道 你要知道你現在是什麼角色 是什麼人 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 讓你翻起來的機會 你看看你怎麼把握 我講的是戰爭的殘酷 我們現在真的經歷戰爭的殘酷 所以我說 當你聽到民政府法理論書 你第一個當下反應應該是覺得 痛苦悲傷大哭 應該耗出來就對了 過去沒有耗 我說我去做東國人 我會當戰勝國 結果更加慘 你的講的話落入人家口誓 探這個機會給你收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 放給你 讓你 所以日本安倍回來了 日本回來了 日本去哪裡 他不見了嗎 日本還在 怎麼說日本回來 表示一共的日本是 離開的那個日本 不是現在整個日本 那日本回來 是哪一個日本回來 你要想想看 政治人物公大事是這樣說的 他不會講名 但是他已經講到宣告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Japan is back 日本以前有什麼 有沖縄有台灣 日本要回來 當然是整個日本回來 怎麼可能只回來一部分 是不是 你自己去想看 我要講的事情就講到這邊 因為這是入門 入門課程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有空再聊一聊 好 我今天課就講到這邊 請客人 行 行 客人不錯份 各位學人稍等下 我這裡有兩個事情要選擇 第二就是 約 ingredients 學員禮的來找我反對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已有先上過高級班 這一次補初級班的 來找我簽名一下 謝謝 放行 Champ 呂賢達 翁謙飛 陳俊友 王育賢 賴偉麗 彭淑華 蕭明泉 陳書偉 史毅澤 林立泉 洪榮正 洪明福 翁謙辰 鄭志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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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崙 鄭志騰 羅根威利 bro根威利 請問哪一位 如果還沒有唸到的就晚一點 我會再宣布 不好意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